好 各位同学好 我们继续往下讲 曾子问曰 宗子为士 宿子为代夫 其继也如之和 好 这曾子问说 这个低长子就是宗子 各位一个家族的直系血脉里面 最大的那个小孩就是宗子 宗子在生下去的小孩 最大的那个男孩也就是宗子 那这个其他的都叫做宿子 曾子问说 如果宗子的官位是做到士 而宗子的官位却做到代夫 这个宗子在家族的牌位里面比宗子低 但是官位来说却比宗子高 其继也如之和 祭士的时候该怎么祭士 到底是要跟从士的礼节来做 还是要跟从代夫的礼节来做 对不对 这个是个麻烦的事情 要怎么做比较好呢 各位这个古代的士也好 只要做官 士就有一个宗庙 代夫他就有三座庙 中间太祖庙旁边招募各一个 诸侯有五个庙 中间太祖庙旁边招募各两个 天子有七个庙 中间太祖庙旁边各三个 那所以士以上就有一个宗庙 平民家里没有宗庙 我们不能够平民自己立一个庙不行的 家里就是有祖先排位拜拜 其实规模是不同的 好 孔子曰以上生祭于宗子之家 各位为什么用上生 他说宗子是士 宗子是代夫 祭士的时候到底要以士的排场 还是代夫的排场 孔子的答案是说 上生是什么 上生就是代夫所用的少老 代夫才用的 士是不能用的 那今天因为我们家族里面有代夫籍的 有代夫籍的我们要光宗要祖 我们当然是用代夫籍的 但是问题是宗子为主 宗子只有士对不对 这个礼有点冲突 如果宗子是代夫 宗子是士 那没有话说 那就是用宗子的代夫的礼 就很圆满 偏偏相反了 那怎么办呢 这个少老就是祭士的时候 用羊跟猪来做祭品 以上生祭于宗子之家 就是这个代夫用上生 像大夫本来就要用上生 可是他是宗子 不能在自己家里面祭 他要到宗子的家里面去祭 因为官虽然我比较大 但是祭祖是家族的士 家族是宗子比较大 所以我就拿着我的这个少老 就是羊跟猪到宗子家去祭士 要尊重宗子 你不能说你不尊重宗子 这样不合理 祝曰孝子母为戒子母 见其常事 然后这个宗子 在向祖宗祭士祷告的时候 这个祝就是说祷告词 祷告说孝子母母人 这个孝子母母人指的就是宗子 为戒子母见其常事 那么由孝子母替这个副手 副手就是那个代夫 就是宗子 然后来献上羊跟猪 来为祖先来行这个一年里面 什么季节什么季节的常祭 常祭就是祭祖宗美年 春夏秋冬都有祭 孝子宗子某某人 为他的副手 就是代夫某某人 宗子某某人 我讲代夫也不好 讲宗子也不好 就讲副手 献上少劳 作为遂至常祭的祭品 这个就圆满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贬到代夫 因为他可以跟在宗子旁边 就没有贬到他了 对不对 他也没有说宗子某某人 宗子有贬的味道 各位对不对 如果你讲代夫 讲代夫又压到了宗子的事 对不对 就讲副手 谁谁谁 这样子就圆满了 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国 另外一个情况 如果宗子呢 本身犯了罪啊什么的 出奔于他国 宗子为代夫 那这个宗子做代夫啊 他有爵位 有爵位就可以有宗庙啦 对不对 其祭也 祭约 可是有宗庙归有宗庙 他祭祀的时候 他也不敢轻视宗子 为什么 因为宗子虽然有罪 可是他是我们这个宗脉的宗子啊 我们还是要尊敬他 所以这个宗子呢 作为代夫的呢 就带着他的少劳 对不对 到宗子的宗庙里面 替宗子祖祭 替他祭祀啦 祺祭也祝约 然后在祭祀的时候呢 就祷告于先祖说啊 说孝子母 孝子母是谁啊 是宗子哦 各位记得哦 不是这个宗子哦 宗子逃到他国了哦 虽然逃到他国 我们心里感到很哀愁 也很难过 对不对 但是我还是尊敬他为宗子哦 说孝子宗子母母人 他呢派我戒指 派我当父守 我是代夫谁谁谁 带着少劳来向祖先们哦 现在呢是春天我们来举行春祭 夏天我们就说来举行夏祭 来这个祭祀祖宗们 各位 这个宗子为大夫 宗子已经跑掉了 到底宗子是不是宗子所派认他的呢 其实是没有 但是问题是宗子本身不敢自为主啊 不敢说那他已经犯罪了 他已经出国了 那我不管他了 我就称我自己是祖人 说我是宗子 我就说我自己是某某人 来我自己用我的名字来祭祖宗 各位你这样祖宗会不高兴 为什么 因为你们兄弟不合嘛 各位对不对啊 兄弟虽然犯罪还是你兄弟啊 你的内心对他还是尊敬跟爱妻啊 只是他出逃 出逃不一定犯罪啦 也许无罪出逃也不一定 好 就说 这个宗子某某人啊 他现在不在 他派我当他的副手哦 带着这个少劳啊 来礼敬各位祖先们 就这样说 色主不焉祭 好 那这个时候是代替啊 代替宗子哦 各位我们不要老是爱做主人 像这个 现在的人说好为人师啊 到哪里啊 都抢着要当主人 然后要把另外那个 比你出风头的要把他打压下来 然后呢 一直要往上跑 这个是现在人的毛病 古人不是这样 古人就是说 谁的分位就该谁 古人很强调说 我做好我的分位 好 那是不是不要进步了呢 现在的人马上这样问 该你进步 你就会进步 各位 啊宗子死了之后 下一个就会顶上来嘛 对不对 好 这个哪有什么好争的呢 好 然后如果公司 我们在什么分位上 我们好好做 啊等到你的能力各方面都够了 人家看得到你了 然后就会把你给晋升 对不对 等到你的时候你再去发挥 这是一样的意思 色主不焉祭 色主就是代理宗子的这个素质 那么他呢在祭祀的时候 他不会大张旗鼓的去祭祀 然后呢 不会表现得比宗子在的时候 还要丰盛 他一定会表现得比宗子的时候 更简约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要尊敬我的宗子 我不是真正的宗子 我只是代理人 各位 我代理人上来 如果表现得比宗子更辉煌 你的意思是说 你要凸显宗子的无人吗 你要凸显宗子的吃礼吗 还是怎样 所以代理的人 无论做什么事 规模都要比真正 有这个氛围的人 规模要小 这个就是古人的基本概念 各位记得 各位现在的奸臣令贼 都会怎么样 都会表现得 比那个真正的主人更辉煌 然后让大家来说 那个真正的那个 有权力的人 有地位的人 说他是无人 然后我们准备干嘛 我们准备把它推翻 我们准备把它串位 现在的人是这种 奸臣的思想 古人不是这样 古人就是说 我的氛围是在这里 我就好好辅佐你 即使我的君不是很英明 但是君不英明是臣的罪过 臣够英明的话 不然君要你们干嘛 就是你们要英明 你们的能力 你们的德性 要来辅佐这个君 辅佐不了是你的错 各位对不对 那个臣感到脸面无光 所以古代的臣都是以荣耀他的君 为他的荣耀 他金钟指手是这样 所以即使是在祭祀 你看 色主不焉祭 焉就是吃得很饱叫做焉 很丰盛叫做焉 那焉祭里面还有分阳焉跟阴焉 各位你只要看到焉祭这个焉 就是没有那个师 师是什么意思 代表祖宗的那个后代 古人祭祀的时候 会用真正的人扮演那个神 而不是随便的人扮的 你要祭祖宗 谁才可以扮演那个祖宗 就是要他的孙子 为什么要他的孙子 因为招牧是同一边 好各位 如果你是在招着这一边 你的儿子一定在牧的那一边 你的孙子才会在招着这一边 就是同样的这一边的 才能够代表你 就是单数的归单数 双数的归双数这样子 好那祭祀的时候 就要迎师 师还没有到之前 那么这个子里的人 就会在宗庙的这个西南角 就会先设一些想宴 想宴这个神 为什么 因为等师来的时候 都是师在吃的 各位你知道意思吗 就是师还没到之前 先祭一下神在西南角 那么等师一到的时候 祭祀的时候 就不讲神了 就是劝食什么 都是劝给谁吃啊 给师哦 等师起立之后走了 走了之后呢 那个时候呢 还会在 就是这个房子的西北角 在大响鬼神一番啦 所以前面的这一段 没有师的情况之下 还有后面这一段 没有师的情况之下 叫做焉祭 焉祭的意思就是说 让鬼神吃饱的意思啦 那社主不焉祭 的意思呢 是指说 不是指前面这段 是指后面这一段 好 因为什么呢 因为前面就是像 我们吃饭前的小菜 各位我们现在 如果人家请我们吃大餐 是不是前面都有小菜 叫做冷盘啦 先吃几个凉菜 对不对 后面慢慢才会 大的才会来 对不对 好 所以前面的阴祭 是比较小菜 像开胃菜 后面的阴祭 才是丰盛的大餐 社主不焉祭的意思是 前面的那个小菜是有的 后面的大餐是撤掉的 各位这样懂意思啦 那平常的中子 如果祭祭的话 前面有焉祭 后面有焉祭 中间这一段是师 师在的时候就不叫焉祭 各位这样泥青的这个概念 不屡 不骨 这个屡是什么呢 就是愁作啦 屡愁嘛 就是在祭祀的时候啊 主人敬宾 宾喝完就放下杯子 宾不再倒酒再举起来 再敬主人 主人又喝完又给宾 那个是主人在的时候 中子在的时候 宾主之间可以屡愁 但是如果中子不在 那你是代表主人 对不对 你主人敬宾 宾喝完就放下 主人继续在敬宾 宾不敢再举杯 这个就是礼啦 就到此为止 我们不要像真正的主人一样 那样子 好像很欢乐 各位 如果我是一个代理主人的人 我把场面弄得比主人在的时候还欢乐 我等于是在告诉所有的宾客说 那个主人是无人的 只有我 你看是最行的 只有我能够逗你们开心 各位啊 现在的政客装干这些事情 真的 满朝都是建议 但是我们呢 选得很高兴 对不对 没有一个为真正的主人在办事情 每一个都在想说 下一次选举的时候 我如何胜出 他不管你大的群体怎么样 也不管你上面真正的主人怎么样 没有一个人真正是守在自己的氛围上的 各位我们看 为什么要读古书 从这个古书里面 你看 不履 他就要降一级 不古 古是什么 宾客对主人祝福的言辞 各位我们去人家那里参加一个宴客 我们吃一吃拍拍屁股走人吗 我们连讲两句好话都没有呢 不是很失礼吗 好 各位这个古这个字 这边是写假 把人字旁拿掉 改成古字旁 就是这个古 古是什么意思 互相敬酒之间 宾客会对主人讲一些好话呀 对不对 好不古 就是宾客对社主不讲好话 不是讲坏话 而是过于易美的言辞 他也要收敛掉一点 宾客也是知理的呀 不衰记 衰记是什么呢 宾客要对主人祝福之前 会先从他们吃的这个食物里面 拿出一小部分 放在一个小小的盘子上 来先举记一下祖先 那个叫衰记 衰记之后就是马上要宾客对主人祝福了 因为宾客对主人不祝福 所以就把衰记给撤掉了 不配 不配什么意思啊 子里的人 平常如果宗旨在祭祀的时候 他就会说 今天是祭祀 某某某某的祖宗 以及您的夫人某氏 配 各位那个配就是 谈到祖宗一定会谈到他的原配 他的原配某氏 比如说姓姜的叫姜氏等等 好 那这边为什么不配呢 就是今天祭祀的是某某祖宗 他就不讲他的原配叫做什么事 为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礼降低一级的意思 好 各位以上这边所说的什么 不焉记 不屡 不古 不衰记 不配 等等都是什么 都是把礼节降一个等级 来避开真正的宗族 为什么 因为我不是真正的主人 因为我尊敬我的宗旨 各位古人 为什么这么尊敬宗旨 原因是在哪里 各位古人是讲这个精气的 就是父母生小孩 父亲的身上的元气 最精华的是在宗旨的身上 各位为什么 因为生了第一个小孩的精气 一定比生第二个小孩的时候的精气 还要饱满 各位对不对 因为你生第一个小孩 你一定更年轻 各位对不对 那你生第三个第五个第十个的时候 那精气是很衰微的 所以我们为什么尊敬宗旨 就有比如说我们兄弟有七个 大哥就是宗旨 父亲如果死了 我们是长兄如父 为什么 因为父亲是对我恩莫大的 父亲过世了 可是父亲的余气的一大部分在长兄身上 我们敬长兄如父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身上的气是父亲的 比我们都多得多各位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各位可能都没有听过这个事情 因为现在的礼节都已经丢坏了 长兄过世的时候 其余的弟弟为长兄服伤的这个校服 就跟父亲的是没两样的 你知道吗 但是伤其不是三年之伤而已 他一样是斩吹 你就知道说 虽然是同样是兄弟 对长兄是特别不一样的 还有古代的人父亲遗留下来的财产 长兄他会得两份 比如说有三个小孩 各位三个小孩是不是财产要分三份 不是分三份 分四份 长兄两份 这样懂意思吗 这就是古人 为什么长兄要两份 因为长兄是弟子 弟子祖宗庙祭祀 宿子是不祖宗庙祭祀的 宿子可以在家里祭祀 大家祭祀的时候 这个有宗庙的话 还要大家宿子通通到宗子那边去祭祀 连宗子不在的时候 我们都还不敢自称为主 各位你认真知道 古人对于长兄是非常非常的敬重的 这样各位了解意思吗 那因为这么敬重 从小你看从这么多的礼节里面 都灌输到这种概念 所以弟弟会不会敬哥哥 各位弟弟敬哥哥 虽然只差两岁 他把他看成半个爸爸 所以哥哥自居于哥哥的位置 他父母在训诫他的时候 他就要跟他讲 你知道吗 你是半个爸爸 对不对 你是这个我们宗族的弟子 你要好好爱护你的弟妹 你要好好教导他们 你要以身作者 所以各位你要知道 以前的人在大家庭里面当一个哥哥 他自己就会有一个小大人的风范 下面的弟弟就是像个小罗罗 走到哪都大哥大哥 这样各位知道吗 所以即使是桃园三结义 不是以刘备为大哥吗 你看那个关公张飞在旁边 在旁边动都不敢动 各位对不对 为什么 就是古人对于大哥这两个字 就是非常的重视 因为他代表整个宗脉 他的低传 所以古代的教育 他之所以能够树立好的概念 都是从宗庙祭祀所建立出来的 从各种祭祀的时候的礼节里面所祭祀出来的 你看我们看到说宗旨不在 你看这个社主说的礼节全部改变了各位对不对啊 然后我们那个谦卑自己就会被训练出来了 然后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站在自己的分位上 不敢越举 不敢做个尖程 你看是不是全部被训练出来了 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情了 不电于宾 宾电而不举 不归漏 不电于宾 就是说这个主人要筹冰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不是成色的意思 电就是把酒放着 叫做电 要成色这个酒呢 要来筹冰 宾电而不举 然后主人筹冰之后 冰喝完 把杯子放下 放下叫做电 就不会再举起来了 就是不屡愁的意思 不溃肉 那个归练溃 溃就是赠送的意思 那这个社主呢 通常宗旨如果主持祭祀的时候呢 他祭祀完 他会把这个祭祀的肉啊 分割 赐给这个亲主啊 赐给朋友 但是如果主人不在 你是社主你不是真正主人啊 你是客人 你怎么可以去把主人的东西分给宾客呢 各位对不对啊 就是用这个来区别说 我是社主而已哦 我可不是真正主人哦 其辞于宾约 忠兄忠弟忠子 在他国 始莫辞 然后他对着大众讲话的时候 他就要说 说各位忠兄忠弟们 由于忠子呢 现在人啊 不方便啊 他现在在别的国家 那他派我呢 来 这个带忠子啊 举行计告 我今天 斗胆跟各位报告 我呢 只是代理的 真正的忠子呢 他在国外 各位前面的这一段呢 就是啊 告诉我们说 我们啊 每个人啊 都要依他的分位而行啊 这很重要的 即使是代理的情况 一定要使所有的规模啊 都要减低 而不是大张旗鼓的 去凸显 去想尽办法 各位 你只要 你想尽办法 越理而行 你就可以表现的 比忠子啊 更辉煌 但是那个是 奸臣才做的事情 你说 可是这是古代的事 关我们现在什么关系呢 各位你想想看 如果现在 在你的工作岗位上 你有一个主管 他 依照他的职权行使事情 他呢 依照制度 然后给予下面 多少多少的 这个福利等等 结果偏偏你呢 你有一天 代理这个事情 你的福利下的 就要比他多 各位 你不管 会不会危害到母体 但是因为 我要买这群人的人心 我的福利 就要下得比他多 然后让他们知道说 只有我呢 是最疼你们的 我是最爱你们的 我最挺你们的 你看 那个商业任的主管 根本就不体恤你们 各位 你们是不是在干这种事情啊 现在整个的人 都在干这种事情 好 譬如说 劳工抗议啦 然后呢 这个国家 有一个 看到工会在抗议啦 但是 其实 这个公司 的员工 福利已经比任何行业都还要好了 可是他们又抗议了 那他抗议了 那我现在做一个执政的人 可是我如果答应他们的话 我可以多十万选票 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话 他们就整天在镜头前面 就哀啊 哭啊 闹啊 然后我的支持度 就会降低 各位 那我现在就要想啊 那我要给他们呢 还是不给他们 那我给他们又可以表现得说 我比前一任的干的还要更好啊 你看前一任的人不支持你们啊 不疼爱你们劳工啊 你看我一上来就不一样啊 而且还给你加码 我说你要的还不够 来多放你几天 还可以薪水多加码一下 各位 你花的是谁的钱 是国家的钱 是后代子孙的钱 花的爽不爽 很爽 拿到的人爽不爽 也很爽 但是是不是该这样干 奸臣才这样干 为什么 不是会抗争就有钱来可以拿 就有红利可以拿 而是要看看他目前的红利 在社会上的收入来说 相形于他的付出来说 是不是已经达到了应该有的水准 如果已经是的话 绝对不能够予取予 过去英国财奇尔夫人 他当政的时候 就曾经有一个国营事业 大张旗鼓的 在他上任不久的时候 就要举行一个很大的罢工 实际上财奇尔夫人一看 他们的福利是真的很好 国营事业本来的福利都很好 那个事业的福利实在是更好的 更好还要闹罢工 各位你知道财奇尔夫人怎么干吗 就把这个单位整个材料 把它解散掉 我说真的是个铁梁子 这是值得后世效法的 各位知道吗 这个才叫做政治人物 而不是政客 政客一上去就答应了 政治人物不是这样干 他想到的是 整个国家会不会被你们 做一个错误的示范 以至于后患不可收拾 但是我骗得一时选票几年内让大家歌功颂德是很简单的 各位我们就为什么要看这个古代的时候要来讲这个现代这些事情 古代的经典虽然是讲古代的例子 但是它完全是人事上的例子 它完全可以比拟成现代的社会的现象 你就可以知道说古人对于国家是多么多么的厚实 多么的拥护了 对于自己是多么的看淡了 那现在的人的不一样 每个人讲的就是失利失利 你自己的利益就搞得一塌糊涂